今天我们读到了《红楼梦》的第51回 这一回先延续了前一回作诗的情节 而这个部分就是回幕上的薛小妹心编怀骨诗 接着呢就写习人的母亲病重 凤姐不但恩准习人回家醒亲 还送给她种种华贵的穿戴 把她打扮的体统以后才让她坐车回去 而习人一离开 怡红苑就由社月秦文这两个丫鬟负责主管 生活也更宽松自由了 他们居然在冬天寒冷的晚上还到户外玩闹 以致秦文得了感冒 宝玉私底下找了一个陌生的大夫进来看诊 发生了一段误诊的故事 这就是回幕上的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讲完了这一回的大概情况 我要提醒大家这一回的三个重点 都是一般读者很容易误会的地方 第一个重点那就是 这一回具体展示了宝秦所写的怀骨时绝句 一首诗一个地点 而这十个地点就印证了宝秦 行脚天下的特殊履历和一般闺秀大意齐去 不过呢 这十个古迹里居然有两个是虚构的浦东寺和梅花冠 而且这两个地方是出自于西香记和牡丹亭 那么这就产生争议了 毕竟这两部戏曲小说采用了财子家人的主题 内容又涉及男欢女爱 是朝廷屡次下诏抨击的禁书 大家闺秀啊完全不宜 果然宝钗一听完就立刻反对这两首诗 建议宝秦另外再做两篇 而黛玉又反对宝钗的建议 我们看到这里 一般人很容易误会 这两个人又对立了起来 其实宝钗和黛玉根本都抱持着同一种价值观 那就是千金归秀确实不可以读这些禁书 只不过黛玉是用另外一个理由来保留这两首诗 也就是只要资讯来源是看戏而不是看书 那就完全合法了 我要请大家认真留意到 黛玉的这个理由获得了探春和李丸的肯定 李丸还说了一大篇的深论 一方面支持了黛玉的说法 可是也支持了宝钗反对的原因 你看他说 凡说书唱戏 甚至于求的签上皆有助批 老小男女俗语口头 人人皆知皆说的 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乡 牡丹的词曲怕看了邪书 从这一段我们就可以发现 只要来源是说书唱戏 这一类大众化的社会传播管道 那就是龟秀们可以接触的资讯 可是西乡记和牡丹亭的文字版仍然还是邪书 绝对不可以碰触 由此可见 同样是西乡记和牡丹亭的题材 对大家闺秀来说 听戏是可以的 但看书不行 这两种途径就决定了合法或犯禁的不同结果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吧 为什么原非醒庆的时候 可以点牡丹亭里的一出离魂 这一点也没有矛盾了 并且呢 我们绝对不可以因为他们点了这些 才子家人的爱情戏 就以为他们会接受自由恋爱 婚姻自主的观念 这可是想当然的过度推论呢 讲完了亲差们对这两部爱情戏曲的真正态度 我们就可以直接联系到这一回的第二个重点了 那同样也证明了 《红楼梦》是反对才子家人的故事的 大家看 秦文只是个丫鬟 看个医生就要如此的如临大敌 一路上门禁重重 何况真正的千金小姐 那位新来的医生不明就里 就像我们普通平民 不懂贵族阶层的礼教规矩一样 于是误会她来看诊的秦文 是位千金小姐 这里啊 曹远行就借着老妈妈之口 特别的说明 怪到小私们说 今儿请了一位新大夫来了 真不知我们家的事 若是小姐的绣房 小姐病了 你那么容易就进去了 听完了这一段话 大家想一想 原来贵族的家门禁森严 尤其注重男女之别 里外之房 连正当的医生进来看病 都得严加介护 黄论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怎么可能像财子家人故事一样 那么容易的就见到千金小姐 而且还一见钟情 互许终身 所以说 这一点 再度补充了曹雪芹 对财子家人故事的真正态度 那就是反对和嘲讽 至于这一回的第三个重点 是有关大家对王熙凤的误解 也许是凤姐一直太强悍了 所以我们总是忘了 她很正派善良的那一面 而曹雪芹 就借由习人回家省亲奔丧 展现出凤姐李家 实时是用心良苦 牺牲惨重 她除了东挪西凑 费心作账以外 还要出钱赔店 吃了许多暗亏 你看这时候 她不但把自己的毛大衣 给习人穿回娘家 还宽慰她说 等过年的时候 太太给座衣上的时节 我再做吧 只当你还我一样 她这么说 是为了以免习人心里有负担 所以这时候 众人都笑说 奶奶惯会说这话 成年家大手大脚的 替太太不知背地里 赔店了多少东西 真真的赔得是说不出来 哪里又和太太算去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们再看 随后平儿去取衣服的时候 竟然加码 顺手多拿出一件 大红羽纱的 她是要送去给平寒的行锈烟 而凤姐看了 不但没生气 还笑着说 我的东西 她私质就要给人 我一个还花不够 在天上里提着 更好了 众人听了就笑说 这都是凤姐素日孝敬太太 疼爱下人 不是个小气的人 否则 平姑娘哪里还敢这样做 我们由此可见 凤姐其实是一个照顾下人 慷慨付出的人 而关键就在于 对方值不值得对她好 以行锈烟来说 前面第49回就提到 凤姐冷眼看行锈烟的心性为人 竟不像行夫人 以及她的父母一样 其实她是个温厚可疼的人 因此 凤姐连她 家贫命苦 所以比别的姐妹 多疼她一些 甚至 还比较迎春的奋力 送一份月钱 给行锈烟 这展现的正是雪宗送炭的高贵精神呢 这么一说 我们就想到前面 所提到过的最金刚尼尔 他也有这一种 因人而始的侠义 不就和凤姐很像吗 而且也恰恰好 这两个人都拥有泼皮的评价 可见啊 曹雪芹真是用心巧妙 我们读小说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偏盖全啊 那么 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